天灵灵 地灵灵 观音菩萨快显灵 完了完了完了 雷达雪不祥之兆啊 若顾夫人这台生的是个女儿 恐怕会对顾家带来巨大的天灾啊 女儿啊 你一定要生个儿子 你才让家境过家 要是百块钱这台生的是个儿子啊 我就让他进家门 若是女儿 要顾家还是要那个女人 你自己学 爸 爸 爸 恭喜你收个千金 完了完了 你进不了顾家了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你爸被高丽带的人抓走了 全家人指望你拿着顾家的彩礼救命啊 现在怎么办呢 妈 让我看看我女儿 慧贤 你不要舍不得孩子 我之前在乡下找了一户人家 让他们帮我 目射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我们来一个礼貌换太子 不行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爸爸去死 看着别的女人嫁进顾家 吃香的 喝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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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开窍了 记住 你刚才真的是一个男婴子 你 这谁家的孩子啊 这么大冷天放这啊 欢迎夫人少爷回家 给你一碗米汤 快走吧 别耽误我做生意 自己都养不活 还捡个小孩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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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夫人少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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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过苦日子了 宝宝不哭啊 再苦再难 咱们娘俩一块熬过去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 确定是这里吗 是 二少爷 你叫总统套房 怎么这么不乖呢 不是太群 快就好了 这吃什么酒啊 没有 我告诉你 在京都就没有我官上得不到的几大 哈哈哈哈 谁敢弄老子呀 车都去晕暴散啦 可可啊 什么事你 顾总 我夫人那边还在等着你呢 把这个坏兆的东西给我绑回去 以我的命令 顾总就踏出家门一步 干嘛 顾总 诶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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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晚了 我走 这件事情你再会找 七长 我在这 你就是姓郭的 好 我是顾白 咱咱咱 咱咱 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我怎么知道 世界上有那么多姓郭的 我得到的消息 就 说是姓郭的欺负你 我一是冲动就 没事的 没事的 新城 谁做的没事的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 那个是顾市局上的总裁顾文静 那什么 不好意思 这些医药费赔给你 你干嘛呀 我知道你们顾价不差钱 但该赔的我都赔了 你要是觉得这些不够 大不了我给你写上欠条 以后慢慢缓 就是你打的我儿子 喂 拜托你搞搞清楚 是你小儿子欺负我朋友 要不然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吗 这么晚了还在酒吧 能是什么正经女人 要不是你们两个 骚手弄姿 我儿子 怎么狠了那么重 妈 妈 还姐 你妈不要紧啊 咱亲死妈妈了 医生都说了 只是皮外伤 还好 我儿子没事 要不然 我非卸了你们两个人的胳膊 还不快滚 妈 对不起 腰费 陪你 不用了 那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弟的死 那下子 那下子就当我替他男的 我们这些人 不配跟你为我刮 算清楚就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妈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怀南有错在线 你呀 不要被那个女人骗了 你弟弟听话又老实 可愿是那个贱人的贵人 会不会做事啊 我这可是纯手锅定制的高级皮鞋 老菜穿了一个小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给你擦干净 刚擦干净可不行啊 来人 给她的颜色瞧瞧 什么 我马上过来 妈 我已经在顾佳山往脚跟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把我女儿的下落告诉我 要是让慧贤知道我遗弃了孩子 估计连我这个亲生母亲都不会认 不行 我绝对不能把真相告诉他 那户人家对孩子很好 不过呀 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好 不管他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只要能让我女儿回到我身边 不好了 不是 二少爷 二少爷他又出事了 上门 我记得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女儿 他哪来的什么女儿 在我的地盘上做事了 光长眼睛可不够 得找记忆 住手 清晨 清晨你怎么来了 妈 妈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清晨 妈没事 你谁啊 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 吃老伴是谁吧 你妈没告诉你啊 你怎么会 哥 清晨 哥 你怎么会 敢动我吗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轮得到你仨爷 还敢对我儿子动手动脚 每次遇到你这个扫把心 准备好事 因为你 我儿子三分两次受伤 看来 上次那一巴掌 没让你打教训 你以为你们有几个臭情 就可以随便误辱别人吗 太过分了 像你们这种人 人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已经是你们的荣幸了 来人 脱走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女儿 放开我女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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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不分是非颠倒 你根本就不配做妈 难道会生成这样的儿子 闭嘴 你个小丫头 零雅历死了 给我打来扛的嘴 住手 还在不够丢人吗 妈 妈 你 有没有受伤 清晨 对不起 你受苦了 没事 妈妈不疼啊 你也不要自责 妈妈真的不疼 别哭啊 抱歉 又让你受委屈了 这卡里有些钱 算是对你的补偿 带你妈去医院 打一巴掌 就给一些钱 在你们这些人眼里 我们就是玩物了吗 我们是穷 但是我们有骨气 你们的臭钱我不稀罕 妈 真的吗 找到我女儿了 妈真的吗 她就在咖啡厅 这孩子 这心灵 可没少说过 我得好好补偿她 那是当然 妈 哎呦 白夫人 你还记得我吗 你 你就是25年前的人牙子 哎呦 看来白夫人好记性啊 25年前 我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给您送去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现在啊 是您报答这份恩情的时候了 你想干什么 现在目以沉舟 可不是你空口白牙 不说八道的 白夫人放心 25年前的事啊 我会烂摘肚子里 只是啊 我听说 顾老太太 要给小顾总 捕损一个妻子的人选 这不我正好有个女儿 想必夫人 是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咯 你威胁我 那哪敢啊 只是我的女儿 要是嫁不禁顾家 那 那我可就不会顾当年的情分了 要是她真想与苏妇 我可堵不起 正好会显示 希望让自己的亲生女儿 嫁进顾家 不如我索性推波助澜一把 让慧贤以为周家女儿 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好吧 让我张罗一下 周夫人 你就等消息吧 好嘞 谢谢 麻烦您了 顾太太早安 好孩子 周太太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以后让我就住进顾家 让您做干妈 委屈你了 顾家人多眼砸 暂时我只能让你做干女儿 不过你放心 等环琴娶了你 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对了 果儿 我能看看 你的胳膊吗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爸爸去死 看着别的女人 嫁进入家 吃香的 破烂的 你终于开窍了 记住 你刚才生的是一个男人 没错 就是你 我的好女儿 妈妈终于找到你 好 快坐 坐 您的餐厘以上请 请慢用 是你 打了我儿子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拜托您搞搞清楚 是您出现在了我工作的地方 既然冤家陆仔 那就心账旧账一起算 今天环境不在 没人帮得了你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购款难这么满不上你 上两不正 下两万 四到零头还最硬 我儿子的名字也是你佩皮的吗 你让他三番两次受伤 这招我还没找你算呢 来人 给我把他拨光了 扔到大街上 放手 放手 穆山服 是什么 谁给你的 不可能 这明明是我缝的护身符 难道 难道这个护身符 就是白老夫人说的那个 要认亲呢 除了这个胎计要一模一样 还得有个和叶清晨一样的护身符 可惜啊 护身符和那个死因一起消失了 若慧贤问起来 你自己机灵感 是 我知道了 好 那就赌一把 不可能 干妈 您心里手巧 您亲手做的东西 怎么会在一个下等人身上呢 果儿家里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护身符 外婆说 还是您小时候 亲自带在我身上呢 果儿是妈亲自带来的 所有的细节也都对得上 看来是我都信了 怎么没看你把过生子带上身上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果儿生怕弄丢了 所以一直锁在家中的柜子里 我下次再带给妈看 是我眼花了 给我把她 你给我出去 给我把她 你给我出去 叶小姐 你妈妈拒绝接受治疗 出院回家了 之前签的手术费 你什么时候不期 黎医生 黎医生求求您再宽限我几天 我一定会筹到手术费的 医院能等 你妈这身体可等不了 叶小姐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黎医生 黎医生 我们这些人 不配跟你没有关 算清楚 我们是所 但不允许 这些兔子不死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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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鬼了 整天都在扫着她的脸 顾总 您这样做了一天了 是有什么心事吗 你去帮我查一下 她现在位置在哪 谁 叶星成 叶小姐白天在咖啡厅座 晚上的叶小卖酒水 夫人说的果然没错 她一看呀 就不是什么正气人 顾总 好酒量 刘总 咱说好了 这一瓶酒两败 那之前 我拿走了 来 继续喝 把这瓶酒喝了 我再给你两万 刘总 行里的规矩 只能喝现开的酒 那瓶 喝不了 装什么呀 刚刚不是喝得挺开心的 把这瓶酒 我再给你两万 嘿嘿嘿 刘总 这不是钱的 我呸 都出来卖酒了 给我递什么牌坊呀 给老子喝 不是 他 不是 把这瓶酒 快跑 上 跟他跑了 跑 别跑 然后看一下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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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刚刚那边情况有多危险 危险 再危险能有你们顾家危险 你还是别在那儿工作了 毕竟不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那我怎么办 顾大少爷 我不像你 从小含着金汤石出身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 赚钱有多难吗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多少我可以转一个 够了 连着不说自然之事 也不会让你们顾家一份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三宝 我不想再跟你们对家厂商关系 再不下手我报警了 你 叶先生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了 喂 还景啊 桌家千金到了 快来进去人家 记得带礼物 桌家千金 好 果真漂亮 还景啊 快过来 进进果儿 妈刚认得该女儿 母亲之前说的女儿 难道就是她 你好 顾总 你好 顾怀景 叫什么顾总 以后就叫还景哥哥 你家人 哪有这么生分 好的 怀景哥哥 妈 我有些工作要处理 先回去了 妈 怀景哥哥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怀景啊 这是工作忙 你先上去休息 该妈一会儿来找你 去把奇密书给我叫过来 是 事情啊 就是这样 属下知道的 都告诉你们 成了体统 堂传顾氏集团总裁 在外面 可这种下三烂的打架斗 居然 还是为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一而再再三的 接近环境 是不是想一步登天 嫁景顾家 死心妄想 顾夫人 你找我有什么事 只说吧 听说你妈得了肺癌 急需一笔钱救命 我可以帮你啊 猫哭好自家 慈悲 只要你肯跟还景 断了联系 我给你一百万 我和顾怀景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少在这门骗我 要不是你勾引还景 还景会为了你 三番两次受伤 顾夫人 你如果非要这么想的话 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了 一千万 只要你明晚到这里 跟还景说清楚 以后不再纠缠他 这钱 就是你的了 顾家的人怎么都这么奇怪 不过 他刚才说的事好像不错 既能跟顾怀景撇清关系 又能拿到钱 一举两得 不过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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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儿姐 你今天真漂亮 顾主看来一定会喜欢 谁不知道这场宴会 是顾夫人亲自为果儿姐办的呀 这是把你当新家宠啊 胡说什么呢 我跟怀景哥哥 还不一定的 我跟怀景哥哥 这就是干妈说的叶青城 他不就是个卖咖啡的吗 这种地方 也是你一个服务员能进来的 原来是服务员啊 难怪空气都变臭了呢 大家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位刚刚闯进来的叶青城 顾小姐 她白天是服务员 可是到了晚上 却是在酒吧跳脱衣舞的舞娘呢 哈哈哈哈 怪不得长一副虎妹子样 真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啊 顾夫人邀请我来的 请问她在哪儿 我有话跟顾总说 顾总 好啊 你想见顾总是不是 行 你上来 你上来 我就告诉你 顾总在哪儿 哎 不如你在这里跳一段脱衣舞 让我们见识见识 这样我就告诉你 顾总在哪儿 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还有各种事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姐 顾夫人送给您的钻石项链不见了 小姐 顾夫人送给您的钻石项链不见了 一定是她干的 她一来项链就不见了 不是她 还能有谁 为了钱 可以去酒吧卖身的女人 偷项链不奇怪 会场戒备僧严 我猜项链肯定在她身上 我早就派人打听你了 你就是个卖身的贱户而已 居然敢来堂而皇之的找怀景哥哥 真是责不良 我没兴趣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来人哪 给我搜 我倒要看看 她把项链藏哪儿了 放开我 你凭什么搜我身 放开我 小姐 叶小姐身上没有您的项链 你确定没有吗 再仔细给我搜 是 别太过分 这个贱人故隐故总不成 还恼羞成怒的偷走了果儿姐的项链 这条项链可是顾夫人亲自送的 你配得起吗 不知道要跳多少场脱衣舞才够啊 住口 你凭什么诬蔑我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号设令 她怎么会有这个台阶 难道叶青城就是顾夫人真正的女儿 不行 我必须要嫁入国家 成为豪门太太 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 把她带到我房间去 放开我 只要我神不知鬼不觉解决掉她 那就可以高准不悠了 逃死 把她的嘴给我堵上 是顾夫人让我来 我跟故总说两句话就做 你放开我 你放我 怀景哥哥 可是因为你多次反驳干嘛 我也是受了命令 要把你解决掉的 毕竟哪个妈妈 不会为自己的女儿考虑呢 女儿 这不是顾怀景的未婚妻吗 你要知道 不该问的就别问 你瞭解的越多 死的就越快 快 走 秦秘书 我好像有梦见她了 又是那个叶小姐 听说今晚的宴会 那个叶小姐也来了 好像 怎么怎么说 让 您也没问哪 看样子顾总是去找叶小姐了 我得赶紧报告给夫人 你们是死人吗 把她给我按住 我没发现我不见了 我也报警的 那就看 是你那个病痒痒的妈厉害 还是我妈厉害啊 啊 还不把她的水给我堵上 你 就是这个开机 看我废了她 看我废了她 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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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人说你把叶行车带走了 她在里面吗 张小姐 如果您不说话我就进去了 你去找她 晚景哥哥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见过叶行车吗 没有啊 不过干妈说有点事找她 可能在干妈那儿吧 什么声音 可能是我养的猫吧 一到晚上就爱叫坏了 哪有了 贱人 有没有看到叶警长 没有 真的没有吗 你就是姓顾的 顾总你找谁 啊 顾总 夫人说有急事找您 请您立刻过去一趟 我现在又急着 让妈等一会儿 可是顾总 夫人说您必须立刻马上过去 知道了 妈 秦美叔说你有急事找我 我特意给你熬的鸡汤 赶紧趁人喝了吧 妈 你装的就是为了这事 难道和妈妈特意熬的鸡汤 就不是大事啊 怎么样 好不好喝 妈 以后这种事你叫我下人去做就好了 我有事 先回去 秦美叔 给我把顾总冰紧了 是 顾夫人 这是最新研制的两颗催情药 无色无味 浴水济荣 目前市面上根本没有解药 有了这药碗 那就万无一失了 是不是 我那么结果 非常好 谁 我 还没见到 那儿 这个女人赏你了 你记住 你让她越痛苦 你得到的钱就越多 周小姐放心 叶清诚 今晚过后 可就再也没有资格和我抢怀情哥哥了 美人 我来了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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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哥哥 我嘘打到你了 我刚好你好久了 草王 安静哥哥 奇怪 怀景哥哥吃的催情药 还能去哪呢 不行 我得赶紧找到他 难受 我们都被人散了药了 今天啊 知道吗 不要 不要 难道我昨天和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 昨天我们都被人下了药 我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 接着 接着 我现在去求我妈 我要向你求婚 我要娶你 不可能 我不可能嫁给你 更不可能嫁给顾强 我知道昨天晚上 我为什么会过来 因为你妈给我一笔钱 让我离开你 我们之间 不可能有结果 靳康 靳康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让你风风过风的 嫁进顾强 靳康 到此为止吧 昨天的事 就当被狗咬了 哎 狗 不行不行 夏拙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等你我的天心的 好 伍林医生 你妈妈中毒昏迷被人送进医院了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吧 我马上过来 你等我一下 古儿 昨晚跟环景过得怎么样 那要有效果吧 怎么了 她生什么事了 妈 我昨天去环景哥哥房间 可是我没看到她人 你说 她不会和那个医院 住嘴 环景是不会和那种夏景货色在一起的 这次不成 还有下次 妈一定会让你嫁进来的 丽莎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叶小姐 你要做个心理准备 你妈妈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 需要我马上手术 对了 你妈妈哭你前 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金城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的身体可能已经有紧大哭了 自来自去 还是决定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其实 你是我捡来的孩子 那一日我捡到你时 你被人遗弃在路边嚎啕大哭 从小挂在你身上的护身符 应该是你亲生母亲留给你的认亲信 秦成 别被我拖累 去找你的亲生母亲吧 我们下辈子再做梦 我不要 我不要说亲生的 我只要离开 别离开 别离开 可是我要怎么样凑到手术费呢 对了 我得去把妈拖钱的工资讨回来 那里 真巧啊 这不是那咖啡厅的服务员吗 哎呀 还算你这穷酸样的 怎么穿得跟他起开啊 我告诉你 以后离我哥远点 我们顾家的财产 我说你也能垫进去 给我站住啊 脑子跟你说话你听不见了 啊 在我哥面前不是挺能装的吗 现在怎么不装呢 哦 你那 废物老妈 快不行了 这叫什么 活该 快说话就别说了 你敢打了我 啊 给我 吃了 我 起达 吃了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敢推我你 我妈给我哥的护身符怎么在你这 你说什么 护身符 她为什么会把我的护身符认成是顾夫人放的 难道说她也有一个遗药的 你推我哥的护身符想干什么 这不是我偷的 是我妈给我放的 天哪 就你来个捡破了呢妈 我告诉你 这护身符是我妈亲手符 跟我们顾家的每一个小孩都封了一个 就不像你那整个冷的妈 她都封出来了呢 其实 你是我捡来的孩子 从小挂在你身上的护身符 应该是你亲生母亲留给你的认亲信 难道 顾夫人是我的亲生母亲 那么顾怀景 就是我的哥哥 我没有这种恶毒的母亲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胡说 不可能 就是对不可能 穿疯是吧 老子告诉你啊 这护身符是我们顾家每个孩子的信物 你托我们家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等下进监狱吧 你是那小菜家属吧 你妈快不行了 招近半天了会跟我走啊 妈 你等我 你等我 真死了呀 走 咱们也去给他妈送个粥 我 你 一定会努力筹签的 哎 哎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一定会尽力救助的 在我们顾家的医院 就要不就让老子说不算 顾手 这没你的事 赶紧滚 赶紧滚啊 求求你救救我妈 你不能走 你别走 看什么看啊滚啊 叶欣诚 上次在商场就是因为你妈 害得我哥被骂得高兴 这时候我可记着了 我跟你无缘无仇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 放过你 可以啊 你现在跪下来 给老子嗑几个小偷 你给老子嗑开心了 或许能饶你们 跪啊 跪下呀 赶紧 静晨 我要跪 静晨 静晨 妈妈你也死 也不知道我的女儿 没有罪业 妈 妈 想随我 没事的 我一定会安全带你回家 我 我 啊 creo 是不是 你就 我 她 因为 你看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如果 你 我 你 管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在这跪什么呀 那边人多 去那边 跪下 跪下 给老子顾下听见没有啊 住手 哥 我 我 行行 我还在帮你啊 郭华南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欺负他 也别跟我饶不了你 哥 我来帮你出气啊 给我收了 如果你再懂他 我饶不了你 滚回家去 哥 我没听错吧 你冤枉了一个贱女人跟我动手 来人 让你愿意无比就好压抑 谁若是敢拦着 就是跟我郭华景作对 要是 我跟你作灰呢 妈 你快看我哥 被这个贱女人蛊惑了 他竟然对自己亲弟动手 环景 你要为了这个下贱胚子 对你弟弟动手吗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妈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知道郭海南在做什么吗 今天要是我不来 殷阿姨就死在这儿了 他们这是在犯罪 什么犯罪 这个下贱胚子 想要进我们顾家的大门 你弟弟是在帮你 不然 不知道你要被这个狐狸精 名成什么样了 他不是狐狸精 妈 我喜欢他 你简直气死我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跟这个狐狸精拦我 我就不让你这个儿子 你要是再跟这个狐狸精拦我 我就不让你这个儿子 妈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秦诚 失去他唯一的亲人 你 你 秦诚为了这个贱人 不要我这个妈了 秦诚 谢谢你 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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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请你放尊重点 秦诚 你怎么了 我叔叔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不行 他是我哥哥 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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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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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铁爷 求求你 一定要让清水平安无事 是爷清成家属吗 是 我是 医生 清水他怎么样了 病人只是因为优思过度引发的休克 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转去了普通病房 不过还是需要注意观察 谢谢你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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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请车 还好你没事 一起请家属跟我过来签字 居然没死 真是太可惜了 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玩意儿 叶清成 你的身份我拿走了 哼 妈 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全身都好痛啊 不行 妈妈生死微卜 我得去找她 清成 你为什么要一声不高地离开 实在怪我没有能力保护好你吗 妈 清成 你怎么回来不说一声啊 你怎么回来不说一声啊 家里这怎么了 你昏迷以后 那顾怀男带着狗腿子来家里打赞 你看这一片狼心 家里怎么样没关系 只要你没事就好 哎呀 这顾家两兄弟 这性格一点也不一样 那顾家大少爷心地不让善良 而且还帮咱店医药费 还给我找国爱的医生 秦成啊 你以后可要好好感谢人家 妈 这我的事儿你就别管我 好的 等还完医药费 我们就两个相次了 哎呀 好 秦成以后做什么决定啊 妈妈都支持你 妈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是不是 关于你亲生母亲的事啊 秦成 事情就是这样 这么多年 我一直将你视如己出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妈都一样爱你 妈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妈 你 从来没有见过我亲生母亲 我也没见过 不过我们秦成这么漂亮 亲生母亲一定也是个美人胚子 如果妈妈知道我的亲生母亲 就是白慧贤 该多失望啊 叶清成 你一定要离顾家远远的 和妈妈永远在一起 什么叫不见了 你告诉我什么叫不见了 属下已经找遍了医院所有的监控 也没有发现叶小姐的踪迹 他们原来住的房子 也已经人去楼空 邻居们也不知道母女去哪儿了 郭总 我还要继续找吗 去给我找 找不着也继续找 人死了解释 是 书家家进去去吧 喂 郭二姐 是我 小琪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隐瞒了叶清成的下落 您看这报酬 什么时候给我接一下 做得好 给我继续盯紧叶清成 顾总问起来 就是我没看到 是 郭二姐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叶清成啊 他今天晚上有大麻烦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叶清成最近没日没夜的设计服装 他好像很缺钱 而今天晚上的客户把见面地点约在了酒店 约他的人叫陈坤 是个恶霸 不卖酒 去设计衣服 看来这是老天都不帮他呀 今晚 我就要让怀景哥 看一出好戏 陈总 这是我的事 设计稿 关于这一几个设计 我最 不着急 慢慢说 哎呀 这衣服嘛 其实挺一般的 不过 不过 你穿起来应该挺好看的 陈总 请你放尊重一点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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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干什么 他们只是想陪你玩玩 实话跟你说 还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从我陈坤手里被逃脱的 给你放开 给你放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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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对 我 来 来 这 你来做什么 欢景哥哥 人家是来替你分忧的呀 欢景哥哥 听吉密叔说 你一直在闯夜情长 他都一声不肯走了 你还找到干嘛呀 这就是你说的 替我分忧是吗 人家是替你赶到不止吗 欢景哥哥 我有个朋友说 看到夜情长了 他在哪儿 欢景哥哥 别弄疼人家了 说 他在哪儿 他在玫瑰酒店 好戏就要上演了 夜情长 我就不信 怀景哥哥会爱上一个 人尽可负的当 我让宋哥一块放开 追你妈的 臭病 还蹬别的上脸呢 放开 放开 找死 谁 顾董 你不打他 是谁的女人你就敢动 把她带下去 顾董 顾董 是他 跟我的我 跟我没关系 谁是你几条命 敢再欺负他一次 把她带下去 顾董 顾董老命了 顾董 我脱了 我脱了 我背不住你 是不是你让我放过我 对不起 清诚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别害怕了 对不起 是我自愿跟他上场的 我不信 我认识的夜情长 却不是这种人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没错 我就是你妈说的那种 贪慕虚荣的女人 清诚 一定是我妈 逼你这么做的 对不对 我去找她 不是的 是我要和有钱人上床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很烦啊 本来今天 我可以赚到很多钱了 就是因为你 猪篮打水一场空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你走啊 清诚 一定是来逗对不对 一定是因为我这两天 能来找你 我其实 够了 收起你的一厢情愿 我们俩本来就是 坟场做戏而已 现在戏唱完了 也该结束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 为了激进我演的戏 从你第一次 在酒吧出现 有酒瓶打赢我 在他后面的每一步 都是在骗我 死了 到底什么是真的 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不信 清诚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我要帮你推开 求你了 清诚 我求求你了 好吗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可笑 这我不是为了钱 谁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你终始灵的 只是骗你的见口罢了 清诚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似乎从来没有跟透你 你还自以为是 叶星成 我一直以为你和他们不同 不管其他人在我面前 如何诋毁你 我都不会信 可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你当面和我说这些 你知道我这里有多痛吗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叶星成 你让人看大恶心 对不起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给你离开 坏钱 你先走 问我 怀景哥哥 刚才你们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早就和你说了 叶星成不是什么好东西 闭嘴 什么声音号 不要 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 怀景哥哥 你要去哪儿呀 你等等我 怀景哥哥 你别喝了 我喝 为什么 什么东西喝了这么多了 你脑海里 不是 你没事 怀景哥哥 你喝的太多了 你都是为什么 倩轩 倩轩 别理我好啊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喂 请你说 路总 他喝醉了 你过来接一下 剩下呢 你知道 我 你怎么在我床上 我 怀景哥哥 你忘了 昨晚 是你非不让人家回房间的呢 你还 非要亲人家呢 怀景哥哥 你这 我一个人的了 你这 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会毁了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吗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怀景哥哥要是不认 那果儿也没脸活下去了 怀景哥哥去死呢 果儿不愿意让怀景哥哥为难 如果怀景哥哥不愿意对我父子 那我也不会纠缠怀景哥哥 只不过 我这样活着 没了清白 怀景哥哥去死 怀景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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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你敢做不敢当个怀孟 依咱 我们雇佳 没你知道我无能备 你跟我混 妈 我 我不是你妈 你别叫我妈 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气头上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不对 我会想办法弥补果儿的 弥补 现在唯一弥补的方式 就是跟我结婚 怀景哥哥 你不愿意去鬼 难道是因为叶青城吗 他都那样对你了 你怎么还想着他呀 我其实 够了 收起你的一厢情愿 我们俩本就是坟场做戏而已 现在戏唱完了 也该结束了 好 我答应你去管 谢谢怀亲哥哥 是啊 这出戏也该结束了 顾海姐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静哲 这一次 我们真的没有遗憾了 你说 我检查结果怎么样 出来了 恭喜你 要当妈妈了 你 不可能 我 我怎么会怀孕呢 这就是你的报告单 之前之所以频繁出血和腹痛 是因为胎像不稳 你看是否要中院保胎 不必了 帮我安排人的手术 你确定吗 胎药还是很健康的 要不再考虑一下 对了 还有一个事情 检测到你体内骨髓原始细胞和幼稚细胞明显增多 初步断定为白血病 建议你再去做骨髓检查 如果一旦确诊的话 可能就只剩下两个人生命了 你发现的太晚了 现在 只有骨髓移植这一个办法了 现在 只有骨髓移植这一个办法了 现在 只有骨髓移植这一个办法了 这谁还不知道啊 指不清诚都传遍了吗 要我说呀 他们俩还挺能猜你毛天生一对的呢 啊 顾总人又帅还这么有钱 真羡慕周小姐 叶靖诚啊叶靖诚 你的人生怎么就这么高兴 有没有一个新级的小姐来过医院 是的 她好像是怀孕了 怀孕 你确定吗 她刚刚还预约了人有手术 我看哪 她发成是怀上了陈坤的那个野种 我警告你啊 连我这里的事情你别乱说 怀孕哥哥 你想啊叶靖诚他那么爱钱 他要是怀上的是你的孩子 肯定早就找上门来了 就是因为是怀了陈坤的野种 所以才偷偷解决掉了 我说话 你在我面前 不要再提到个名字了 怀孕哥哥 我知道了 她什么时候来做手术 这个还不确定呢 叶小姐还要做一个苦水检查 如果没有合适配对的苦水的话 她可能活不过两年了 两年 你说什么 叶小姐发现的太晚了 已经做过保守治疗的时间了 官儿 其实她只剩两年的时间了 不行 我得去找她 顾怀景 她都那样对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喜欢她呀 这是我和她的事 与你无关 顾怀景 怀孕哥哥 怀景居然直接丢下你跑了 干妈 你可要请我做主啊 这个贱人 真是阴魂不散 看着我的宝贝女儿受委屈 这条贱命 我无论如何 留她不得 干妈 这下个怎么办呀 我可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没有怀景哥哥的 干妈 你要替我想想办法呀 放心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会让你嫁进顾家 顾氏的荣华富贵 只能是我白慧贤女儿的 那个贱人 一分钱 也别想得 顾夫人 这边检测到您之前的骨髓流氧 和一个病人匹配上了 您看是否要进行骨髓捐献手术 哪个病人 姓叶 名叫叶清成 怎么偏偏是那个贱人 这也太巧了吧 是的 整个清成只有您能匹配 如果您不进行骨髓捐献的话 他必死无疑 我是不会捐的 和我女儿做对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好好好 天无绝人之路 那个贱人最终 还是栽在我的手上 等叶清成一死 我就立马安排您的婚室 谢谢干嘛 没必要起来这种婚礼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出席 胡闹 你不想结婚 是不是因为叶清成那个贱人 是 就算他马上要死了 你也要和他在一起吗 是 他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爱一个人 我不想放手 我和清真之间一定是有误会 我也相信 他这么对我一定是我他的理由 我想给了一次机会 也想给我自己一次机会 我打算冲击追求他 打发只有两年的时光 我 我真是养了一条白眼狼 二十五年前 我就不该收养你 要是能够从来 我宁愿养一条狗 也不会养你这个畜生 你给我滚 滚出后家 你干的说什么 收养 我 我啥也没说 总之 你要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我们就断绝关系 好 如果您非要 让我在他和顾强之间 做一个选择 我选叶靖长 叶 干妈 别生气 别生气 干妈 怀景哥哥肯定是一时 被那个贱人迷惑了 刚刚都是胡说的 对吧怀景哥哥 先进来 不 我刚才说的 每一句都是废鬼之言 我爱叶庆臣 哪怕 哪怕他拒绝我 哪怕只有两年的时间 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走向他 和他在一起 没想到啊 真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情总啊 好 我改变主意了 你 真的爱叶庆臣 你就和古儿结婚 不你结束后 我就给叶庆臣绝骨髓 什么 绝骨髓 刚刚医院打来电话 收干妈和叶庆臣的骨髓 匹配上了 可以随时决心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你们救好叶庆臣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只要你好好地把果安迎听门 真心待他一辈子 仅仅我会尽快发数据的 你们两个就好好结婚 好好过日 我自然会保叶庆臣平安 钥匙 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听你安排便是 二十三床 益青城 你的病有救了 目前有匹配的骨髓决线者 太好了 是谁啊 嗯 这个嘛 我们不能透露他的隐私 你先做个血液检测吧 妈 听到了吗 我又可以活上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好心人是谁 但一定是位大善人 青城 咱们这一辈子都要感激人家 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告诉你这个贱人 等给你捐完骨髓 别再出现在环境面前 你刚说什么 给我捐骨髓的人是你 我是小倩 麻烦帮我取消手术 我最后算是死 也不会要他的骨髓 顾环境要是知道 你如此勉弯不灵 应该很难过吧 毕竟他是因为你 才答应和果结婚的 因为我答应跟周果结婚 你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总之记住 凡是我女儿想要的东西 拼了命我也会给她 包括顾太太这个位置 顾夫人 您多虑了 我不会再给顾怀景 我希望顾怀景取到的人 是她真心喜欢的 而不是那个嚣张跋扈的周果 你没听清楚 我刚才说的话吗 死到临头 还要污蔑我女儿 你放开 你放开 你要是再欺负我女儿 我 你能把我怎么样 弄死你们母女俩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她怎么也有这个胎记 哼 为了嫁给顾怀景 还真是不择手段 连胎记都伪造了 不过可惜啊 有我在 是绝对不会如你们意的 你胡说什么 当年我捡到清城的时候 胎记就在了 不要以为人人都想拍赴你们顾家 我们还不稀罕呢 你说 清城是你捡来的孩子 跟你没关系 你捡到他的时候 他身上是不是有个护身符 你怎么知道 妈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要跟外人多说 顾夫人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嫁给顾怀景 今天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 请你离开 我 老王 夫人 有什么吩咐 帮我去做份亲子鉴定 记住 一定要悄无神仙 我让任何人发现 运气 越快越好 是的 夫人 果儿 干妈 干妈 你来得正好 我在挑婚纱 你眼光好 帮我眨眨眼吧 不急 慢慢选 对了 果儿 我记得你小时候有个护身符 可以给我看看吗 哦 原来是为这事儿 还好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 可以啊 妈 看吧 等你看完 出后 才能更好地确信我身份 这顾家态度 我是当定的 没错 就是我当年亲手秀的 看来是我东西 我与我这不投缘 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生啊 虽然你名义上是我的干女儿 但是没有限制度 你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顾环男太讨气 我不放心 顾环节虽然很优秀 但可惜啊 不是我亲生的 说到底啊 只有把顾家 交到你的手上 我才放心 都说女儿像妈 妈 您这么优秀 我要是由您这样一半 我就知足了 你呀 就会贫嘴 真不愧 我当年难产了一晚上 才把你伸下来 环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听到什么了 我什么都听见了 所以 这就是您逼我娶她的理由是吗 不是这样的 你听把我解释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您的解释 我已经听过太后面了 我是真没想到 我一直敬爱的母亲 原来是这种人 我原以为 您让我娶她 是真的为了我好 没想到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 嫁到顾家来享清福了 那我问你 那我呢 我是谁 我是一直被你利用的棋子是吧 不是的 你是我的孩子 你是我养了25年的孩子 小的时候你一直不肯抱我 可你每天都能抱着弟弟 我还以为 是我哪里不够好 我拼了命的讨您换心 拼了命的讨您换心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因为我根本就不先过 你是顾家的长子 以前是 今后也是 我会把你始无极促 好好爱你的 不必了 我不想梦有别人的身份 顾家社的身份 还是留给怀兰吧 我以前只想得到你的爱 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怀典 你听见了 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孩子 花醒哥哥 原来 你早就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你不是顾家的孩子了 当然不是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这亲子鉴定的主人公不是我 而是你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司机老王托我送这份密件给你 我中途看了一眼 这出黎毛坏太子被你演的可真好啊 妈 这这这不是真的 这这肯定是医院搞错了 一定是的 好啊 你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背景心思为你谋划 原来 你是个不要脸的猫牌货 不是 妈 是我一时闺蜜心窍 只要你愿意让我留在顾家 大哥我当牛做妈我都愿意 干妈 求求你原谅我吧 妈 闭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进不了顾家 趁早 死人根本亲吧 妈 妈 我求你网看一面吧 我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妈 我不要你的冒牌坏的孝敬 你什么 为什么有我女儿的护身符 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不说是吧 来呀 给我把她拖出去 没有 没有 我拖死了 妈 妈 还姐 我养了你25年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 但我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儿子 以后顾氏也要交到你的手上 你可不可以原谅妈妈这一次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要的根本就不是顾家 我要的是您的菜 可我现在明白了 无论我要什么你都给不了 这个顾家 除了我不要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一故事集团 应该是留给你的宝贝女儿吧 昏静 对了 这个护身符 是你亲手送给我的 现在 我归远处吧 昏静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你回来 你给我回来 都是我的臭 都是我的报应 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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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在惩罚我 让我的孩子 一个一个都离开我 老天爷 我瞧瞧你 让我的孩子都回到我身边了 回到我身边了 等等 沪神符是谁给你的 我吗 不可能 还紧的护身符 在自己身上 难道 叶清诚没有撒谎 演的太近 演的护身符 莫非 叶清诚 就是我男女一期的女儿 小琪 你离开 替我办件事 好的 夫人 暑假这就去办 顾夫人这么着急 让我去给叶清诚 做亲子鉴定 一定有猫肉 只要把这件事 告诉古儿姐 又是一笔大恩 喂 古儿姐 是我 刚才顾夫人 给我打电话了 与其特别着急 她说让我呀 偷偷给叶清诚 做个亲子鉴定 什么 要给叶清诚 做亲子鉴定 是的 您看这次 我提供的消息 这么宝贵 报酬 是不是也该提上来了 知道了 真是不想 白会死 我求你求到 深思立子 你却连别都不灵 我一离开 你就迫不及待的 想把叶清诚招进我 凭什么 会让你的母女 濕濕的残忍 做梦去 清诚 清诚 别的事情 妈妈都可以依你 但这件事情不行 我们就向白会嫌低头吧 毕竟他能救你的命呀 不需要 他已经浪费过一次 他施舍给我的生命了 难道还想要第二次吗 你是说 白会嫌是曾经抛弃你的亲生母亲 是不是这件事 你早就知道了 是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 我业心成心业 我只认这一个妈 好孩子 不愧是我的女儿 我爱你 但是 妈妈有一个要求 您说 认下白会嫌 你跟着我这种穷人 只能过苦日子 但是顾家家大业大 要是 妈 你别不要我 不是不要你 对一个母亲而言 孩子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要是你能活下去 那妈妈死都没有遗憾了 谁呀 都是茶坊 那我去开门啊 来了 猪鬼你疯了你 别过来 猪狗刀从死 姑娘 我们 我们和你无冤无冲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你没得罪我 但是你女儿得罪我 女战女长 我要你死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放我吗 叶青 原来我离荣华故贵 就长这么一步了 可是你偏偏出现 破坏了我的计划 真该死 所有破坏我荣华故贵的人 都该死 别动了 兄弟 你帮我吗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别动他 那是白慧仙 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跪在我面前 这还不得被弃死 痛快 真是痛快 可惜 这还不够 你这样做什么 一命抵一命 叶青城 你想让你这个洋活 那你自己 就拿旁边的水果当割腕 这样 不要 不要 金城不要 金城快去抱歉 金城不要 快点 我的内心可是有限的 不要 金城 妈 谢谢你 给了我第二次生 如果今天 能用我的命 换你活下去 我死而不坏 金城 你要是来当我是你妈妈的话 你不要听杂的 你快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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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远起来 爱你说的错 帮我 妈 金城 快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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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让你受苦 妈 可以保护你了 妈 杀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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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想懂你的 谁知道这个车 我跳出来提音档包 这不怪我 金城 金城 又有两个妈妈来 你凭什么穿在怀进哥哥的心 你凭什么 金城 金城 快点 金城 罗家 罗家 金城 罗家 谢谢阿姨 府 倫 如果叶阿姨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得死 你心哭的了 你当当一个故事总裁 却是一个懦弱的警主 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叶青春 她都那样对着 你为什么还要给她付出 这个女人 根本就不懂什么交易 来人 你还有什么话 去跟警察说吧 我还请 你帮我统治 会帮我叶青春的 我要杀了她 警察 阿姨她一定不会有事 警察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 会尽全力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到一定点伤害 我会爱你 疼你 护着你 你可不可以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海姐 谢谢你 一直以来对我这么好 但是我们真的 都不合适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我为了你可以放弃整个顾家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 秦成 秦成 你有没有伤害 要收早一点发信 也许 也许你就不会受伤 是我太寸了 那个冒牌户 耍得团团转 差一点 拆在你和环境 秦成 你知道吗 其实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认她 她不是我 现在躺在书宿室里面 身死为父 从小靠近垃圾把我养大 为了我的学书 一天打三分工的人才是我妈 从前到我开始 除了伤害我 她还做过什么 她有什么资格说她是我妈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被骗了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走吧 我是有苦衷的 当年 我也是没有办法 顾老爷子说 我生下爱子 就不让我进顾驾 为了顺利嫁进顾驾 为了顺利嫁进顾驾 你把我丢在外面 二十五年 不闻不闻 为了顺利嫁进顾驾 你随随便便收养一个男婴 改变无辜之人的命运 为了顺利嫁进顾驾 你撒下弥天大谎 爱人爱情 这就是你所谓的苦衷 我不奢求你原谅我 也不奢求你任我 我只求你能接受 我对你的好 弥补我的过错 太迟了 这份迟了二十五年 无碍 我不需要 对不起秦成 我比谁都爱你 我什么都能给你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好 请你立刻消失在我眼前 医生 医生 我妈怎么了 叶女士 所有的就职费用我会承担 请务必有最好的专家团队 医生 我们 是不是已经 病人已经抢救 无效去世了 性节哀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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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环景 你这是做什么 这里面是故事集团 所有的文件和印章 等医阿姨的葬礼一过 我会带着秦成离开这里 重新开始生活 环景 这事 无名不再说好不好 秦成 他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说激活攻心 导致暂时昏迷 不过 恐怕骨髓缺陷手术 要提前了 别说是骨髓 是要能救我的女儿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没有愿意 如果可以一命换一命 那医院的天台上 已经占满了排队的妈妈 是啊 还好 我还可以为我的女儿做点生 环景 你帮我劝害医生 我们立刻走手术吧 手术开始前 复合捐献者身份 白慧贤 50岁 自愿为患者叶清成捐献骨髓 手术开始后不能停止 以上无意义 请按下手印 声称 只要你能健康屏 妈妈不说 更稍 st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医生 什么情况 手术很成功 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好 洁诚 妈 洁诚 你终于醒了 你都让他担心死了 我妈呢 岳阿姨 你却停在闭时间了 等你醒了 你胡说 我妈没死 你太骗了 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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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的病 要治好了 医院那边来的消息 他们找到了一个 的骨髓尖线 你提出你的事 就讨议了 我们清晨 马上就把我回来 活泼可爱 那就凭此擦我的人 我不要 我不要我妈 妈 妈 刚做完手术 怎么都不好好休息 没事 妈要一行 我就可以走了 我心里只想着 快点来看我的女儿 你 你跟清晨说实话吧 没有 我跟他说 是一个好心人却显得 妈 既然这么想祈求他原谅 什么不亲自告诉他 没用的 清晨的性子 像起我年轻的时候 倔强 逞强 要是直接跟他说 是我救了他 他一定会拒绝的 以及那样 还不如说 有另外一个好心人出现 当妈的 是要女儿平安就好 叶阿姨 也这么说 我真的好后悔 那么对小霞 要不是他 清晨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他救了我女儿 我就要纵容你弟弟欺负他 我真的好悔 叶小霞的葬礼在什么时候 忘了让那个兔崽子亲自赔了一套钱 应该是三十后 那你 这这是什么事 你死老太王死就死了 这我妈有什么让我调念 老大 可能夫人的意思是 让你在葬礼上 脾气竞争一点颜色悄悄 真的 也是有这种可能啊 好 那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不追死黄的剑子 让他还敢纠缠我哥 我们走 叶清晨 叶清晨 听说你妈死了呀 没想到包演来得这么快 感受我顾家 结果只有死了一条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来 他还是教训你这个不知所谓的剑货呀 顺便啊 送你下去见见你这个废物吧 等着吧 他连葬礼都出言不许 肯定会遭报应的 感应了我 你们做了吗 啊 是想留在这跟老太婆陪葬了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手 啊 你说什么屁话 要不是我妈让我来 你以为我愿意来这破地方 给我扫啊 你不是我 我的中国 快看 快看这个剑火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 紧张成这个样子 真是晦气 看到你我都觉得恶心 我警告你 我已经死过一次 你再乱我杀了你 哎呦 我好怕呀 来 踏我呀 住手 我妈来了 你死定了 你敢打我的宝贝怪孙子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教的贱货 有娘生没娘教 还不是败女所辞 妈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叶秦成在这儿呢 逆子 叶秦成 是你的亲姐姐 妈 你没病吧你 我姐姐是周果 怎么可能是个贱 是叶秦成呢 因为被周果门骗 我以为她才是我的亲女 还能给秦成和亚一道歉 从今往后 不准再欺负他们 跪下 对不起啊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之前我是想给我哥输气来着 你 你能原谅我吗 不能 妈 他不原谅我 滚 哦 秦成 能不能和妈妈好好聊聊 你也出去 你不是我吗 你们对我们母女造成的伤害 不是三样两样女就能解决 我知道 但 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让妈妈 为这二十五年的缺失 赎罪吧 出去 我去了 秦成 能不能给妈妈一次机会 我去了 我去了 还是 我是个没有妈妈的人 有时候我也替你解亲成的 自己的亲妈都不能行 还能相信谁啊 卉贤 妈都是为你好 我不是个好母亲 你也不是 卉贤 我是怕你不能嫁入顾家 所以才出此下车 如今 你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不也都亏了我吗 我当初 如果不是礼貌换太子 你哪有今天呢 这二十五年来 我每年都给我女儿寄钱 钱呢 真 你说 周果儿是我女儿 结果呢 我是你妈 我怎么会害你呢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你好啊 我是不希望 当年那个女婴 回来影响你的生活 让顾长睿生怡啊 恶人都被我做了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吗 你口口声声 都说为我好 结果找了个假女儿来骗我 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真相 你还要瞒我到多久 你走吧 我给你一笔钱 你回乡县阳老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真的这么狠心吗 不是我狠心 是我受够了 为亲人欺骗的日子 霍贤 看来我还得想点什么办法 补救一下才是 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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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陈总那个事啊 是我欠权考虑 但是 你不是说我走就走 不是的 是我打算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才辞职 别啊 叶小姐 您就留下来吧 求不求您啊 留下吧 这全公司的人都等着要吃饭 对啊 清承姐 能不能别走啊 清承姐 你要是走了 我们刚问您的公司就要倒闭了 我走不走 跟公司倒不倒闭有什么关系啊 您哪有所不知 前段时间呢 这顾二少像发了风势的 突然给了一大批占助费 从工厂的机器到用处设备 全部都换成了新的 就是想让您身为总经理 您这一走 这款项还能落实下来吗 所以你们挽留我 是因为顾氏给了你们资金是吧 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找到工作 不需要顾氏的币 哎 清承 清承 哎呀 这倒手的鸭子都飞了 这二少爷不还得把我骂死吗 什么 我姐辞职了 是啊 根本拦不住 您看那笔赞助费 你什么都留不住 你还要赞助啊 完了完了 吃一下完了 我真的要救我姐了 我得显示新的拟救措施啊 哎哥 你去哪儿啊 监狱的人说周果儿越狱了 我担心他会对清承不利 我得去救他 好 我跟你一起去啊 哎 哥 什么 越狱 是的 现在情况很紧急 你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 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 今晚就离开 你终于回来了 我可是 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天了呢 你怎么逃出来了 我有多痛苦 你就也得有多痛苦 不然这不公平 我本来以为你会回到金尊玉贵的故家 没想到你还是回到这破宝子了 叶青城 我果然没有看错了 不枉费我在这里蹲了你两天两夜 你疯了 你蹲我干什么 我本来没有想杀叶小霞那个死老太婆 我想杀的人一直是你 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得爱你 就算是我死了 你也得不到你想象 你胡说 你胡说 我还活了 只要你死了 我就还能回到顾家 我就还是东北人的女儿 我就还是那个金尊玉贵的大小姐 你醒醒吧 你醒醒吧 你醒了太深了 你醒醒吧 你醒了太深了 你肚子里还在是怀起的爱情 不行 只有我才能坏坏性格的爱情 不行 你知道吗 她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走我越狱的那一刻 我就没想活出出去 你醒醒我要死 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别再执迷托了 执迷托 你也记得 你凭什么得到所有人的爱 你凭什么 我要你这死 别跑了 你今天走不掉的 哈哈哈哈 住手 住手 别挣托了 不管你怎么挣托 最后都是要和我一起去死的 哈哈哈哈 我疼不到的 你也别想挣托 你也别想挣托 你最后就马上做到了 随意的贱货 最后你还不是要死在我面前 坏心哥哥就是我的 顾佳所有的钱也是我的 哈哈 哈哈 我还要当顾佳唯一的打小姐 秦桑 秦桑 你干什么啊 秦桑 秦桑 我一定要救她出来啊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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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桑你在哪儿啊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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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桑你醒醒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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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 我在这儿 不是在家吗 消防员把火灭了之后 我们就再给送到院了 你说伤了 把你和妈从火海里抱出来 蹭点火 一点小伤 乖 傻瓜 你怎么能告诉我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自责 为你付出 我是心甘情愿的 清澈 虽然妈让我瞒着你 但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 是你妈不顾一切 冲进户里救了你 大人呢 你干嘛呀 你快告诉我呀 妈为了救你 头和腿受了重伤 医生说 她这辈子都只能做轮椅了 清澈 其实 那场骨髓手术的捐献者 也是你口中的顾夫人 不管你承不承认 她都给了你两次生命 你昏迷的时候 手里一直护着肚子 因为你要保护孩子 清澈妈也是一样啊 不管里面有多大的活 她也不顾危险地冲进去 因为里面也有她的孩子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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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 清澈 你 清澈 你过得太苦了 现在由我陪着你 愿意跟我开些新的人生吗 太好了 你真的没事 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所以 我一定要救你 就算是被火生生烧死了 我也会冲进去的 清澈 我知道 你现在还恨我 但是 我愿意等 我会等到你 原谅我的那一天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替我 太儿 她是会改制妈妈的情绪的 当年 你在我肚子里 比她还会闹腾呢 你之前被人门闭 差点 擅扇着你和环琴 好 现在误会解开了 我想 给你们办一场婚礼 好 清澈 从见到你的第一课 我发现我就深深爱上了你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发现我越来越爱你 我也想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和你一家 都特别人 检测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课起 每天都在换身上 你嫁给我的样子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但最终还是组在了一起 我 顾怀敬 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什么人 之前我有 愿过你 但是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想高兴 接下来的 我愿意陪你一起走 拜拜 白夫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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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夫人 一起上来拍张照吧 全驾服 我吗 我也要拍 姐 带我一个 这个 是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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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二 感谢观看